而接下来看国会大现场 国会大现场 我们今天先邀请到立委王宏威 来到了现场 委员早安 早安 大家好 委员我们来看到 昨天马英九的办公室发出了 就是马英九即将在三月底到四月初 到湖南去祭祖 当然这一件事情 陈真的话就是呢 两岸分治74年来 第一位卸任的总统到大陆去访问 但是这件事情 马上开始绿营就开始在扣红帽子了 就觉得说 现在中国对我们都是武力犯台 那马英九你怎么可以现在到大陆过去 委员你怎么看待这个民进党的说法 我觉得马总统他要去大陆访问去祭祖 那这当然对两岸关系是投了一个震撼蛋 那第一个因为 这个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那第二个这也是如同讲的 就是在两岸分之74年来 首次有现任总统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所以这都是有高度的政治指标意义 那当然尤其今年又是大选年 所以我想民进党是绝对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大家想想看连这个金门的上兵他失踪之后 包含那个陈玉珍委员 他在做一些协商或者是把一些讯息传达给我们 都会被丢红帽子 更何况是马英九 更何况马英九要到大陆访问 所以我想在这次的选举年 我相信民进党从上到下 应该都会非常努力的来想办法去操作这件事情 现在看到个别委员我觉得只是前菜而已 对 因为只是一开始 从昨天一出来之后 那个陈玉珍就开始来质疑马英九去大陆的这件事情 不过刚刚委员特别提到毕竟大选年嘛 这件事情自然可以成为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治提款机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行程里头 也没有再安排马锡二会 这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指标的意义 我想马总统办公室也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一个祭祖的行程 那他也没有什么官司的拜访 第一个没有马锡二会 第二个他在出访的行程里面也没有去北京 因为如果去北京的话 那他的这个政治敏感度跟指标意义更强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我想马办基本上对这个行程的安排 也了解在大选年 那么有很多事情都比较敏感 所以呢 其实就避开了一些会有高度争议的事情 那么过去呢 不管是连主席或红主席 甚至当时的朱主席 他以这个副主席的名义 去拜访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个两岸 这个就是政党领导人的一个会面 那么在这次呢 就避开了就是马锡二会 那我想这也是考量到非常有可能 如果有马锡二会 更是会被高度操作的一个顾虑 对因为毕竟如果在马锡二会 骑骗可能在上面用字非常的客气 非常的和缓或者是任何的一点动作 还是会被高度的解读 但是如果以现在这样子来看 只要一到大陆就被扣红帽子 那过去蔡英文不是说两岸交流 是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项目吗 那现在就真的要去交流了啊 那所以你民进党做不到 那你就给国民党扣红帽子吗 其实对民进党来想 它是永远的双标 那么事实上我们刚刚讲说 很多政治人物都有到中国大陆访问 那过去谢长廷有 还有陈菊有 那么甚至蔡英文自己本身 也去中国大陆访问 那他们去中国大陆访问呢 就是叫做两岸交流 但是呢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到大陆访问呢就是卖台 所以这永远都是民进党的一个双标 所以我想这次马总统他要去 大陆的访问 尤其又在2024 我想我们其实都有一个 或多或少都会有心理准备啊 准备民进党会不停地丢红帽子过来 不过这也是一贯的伎俩 所以我觉得人民还是会去检视 一个政党他是不是有两套标准 而且他所攻击的是不是一个事实 对所以如果以这个两套标准来看的话 现在共民党去交流被扣上红帽子 但另一方面又看到赖清德 因为现在党内看起来定于一尊 又在雇这个台商的票 尤其赖清德先前在致死的时候 他就有特别的提到说 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攻台的话 会辜负了台商对于大陆的这些经济贡献 现在又开始雇台商了 你过去小三充重启 台商在那边喊说你做半套 然后你就是也不开 那夏立炎到大陆去出访 也是跟台商来会面交流 也是被批评朝贡 怎么现在赖清德又要来攻大魏之后 说法又转弯 我必须说民进党或者赖清德 他们真的有这么重视台商吗 你们还是把台商当成一个工具呢 如果重视台商的话 我们近的来讲 包含小三通 还有最近的航点开放 难道不是台商一直穿梭 几乎说破了嘴 那么到现在为止才愿意开放一些航点 还愿意开放小三通吗 那更远一点 在疫情的时候 大家想想看 包含台商还有台商的子女 他们要回来 不管是来打疫苗也好 或就疫也好 是多么的困难 甚至被歧视 我想请问一下 当时的民进党政府 你们有顾及到台商吗 当时的赖清德 你有帮台商说话吗 现在要选举了 就把台商搬上台面 所以台商是我们的资产 而不是你民进党的工具人 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委员的宝贵时间 谢谢委员 好 看到这个马英九 即将在三月底 要出访到大陆 那如果呢 以这个时间轴来看的话 蔡英文也是在三月底 要过境美国 那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的现任的元首 跟卸任的元首 同一个时段 都在出访 这应该呢 也是会让这个国际媒体关注 可是呢 如果以马英九 现在这个行程来看的话 也没有马锡二会 就是单纯的去祭祖的行程 甚至是跟对岸的学子来交流 也要被民进党扣上红帽子 那你们民进党一直喊的 两岸要恢复交流 到底只是沦为口号而已吗 你讲什么 这一节的国会最新 海黄鲍鱼干杯 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 714 享有折扣哦